首先祝大家蛇連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我現在身處日本 剛剛聽到一個不開心的消息 就是台灣藝人大S在日本旅遊的時候 感染了流感 很快就要入院 很短時間之內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個真是非常之不幸 他都仍然非常年輕 48歲而已 有很多人在談論 流感這麼年輕都可以拿命 這麼令人害怕的 那是不是真的說 譬如有些台灣朋友經常討論 如果台灣就應該可以搞得定 日本的醫療真的不行 或者有些人說早點開抗病毒藥 特朗福啊 特朗福啊 各樣就應該可以救回他了 我們今天就討論一下這件事 流感每年都會有的 這些秋冬季節是非常之多 每年都很多人感染的 我現在身在日本就都見很多日本人都戴著口罩 當然日本人一向都戴著口罩 我就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是 就是多人戴口罩過COVID前 還是都差不多 如果有住日本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訴我 總之就相當多人戴著口罩 那如果你說現在這些病是不是嚴重了呢 可以這麼說 每年都引起不少的死亡個案 這個數字就越來越上升 因為原理就應該說 這些死亡個案 嚴重個案 通常都是那個年紀的兩個極端的 就是說比如說你小時候五歲 大約六十五歲 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 所有地方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老人家的比例越多的話 那流感季節每年死亡的數字就越來越多 因為通常嚴重個案都是集中在老人家 小孩子或者是孕婦 或者本身有一些長期的病患 比如心臟的病 肺的病 肺的病 所以那個數字都越來越多 所以就說 近年可能大家聽得就會越來越多 但是以大約四個個案來講 他真的非常年輕 48歲 究竟什麼原因當然很難說 但是就是傳媒報導來講 幾天之間過世的話 通常有兩大原因的 我現在講 那流感那個令到人死亡呢 就其實主要 第一件事大家都很直觀地想到 就是說 那些病毒感染了 然後又入了肺 令到肺發炎 這樣就令到呼不出氣 那這個當然是最直接的了 那如果你說是幾天之間內死亡的話 這個機會都相當之大的 這樣 那因為它很快就落到肺 令到肺 就有些過份的發炎 那通常呢 肺裡面就發炎 厲害的話呢 肺裡面包著那些肺氣泡的血管 就會 就會就會 就會從血管流到肺氣泡裡面 那肺氣泡裡面 那肺氣泡裡面本身是空氣 就是讓我們呼吸的時候 吸收一些氧氣 排走一些氧化炭 但是如果這些肺氣泡 全部都浸了水的話 那就等於 就浸了水 那就是說呢 就不能呼吸 令到呼吸衰竭 而引起死亡的 那這個呢 可以相當之快 那幾天之間呢 就可以發生的了 那大家呢 也都要留意 有另外一些肺部的問題 可以因爲流感引起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們叫做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那意思呢 就是說那些流感病毒 感染了肺之後 那肺就傷了 或者是有些痙 或者是爛溶溶的 那樣呢 就是說肺被那個病毒攻擊 流感病毒攻擊完之後呢 那個保護 那個防禦功能一般 那病徵就很有趣的 就是說它通常就是初度流感 那跟著呢 就康復了 就是有些發燒骨痛 咳嗽那些就康復了 那跟著呢 那過了 比如說 就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呢 突然之間呢 就氣速發高燒 咳嗽一些很濃的痰出來 那些痰有血 那樣 那一照肺呢 就全部呢 就全部呢 就是那些影子 那樣 那肺呢 就全部呢 就是那些水呢 就填滿了那些肺炮 那樣 那原理呢 就是什麼呢 那些有些細菌呢 就乘虛而入 就是剛剛那個肺 那些病毒 攻擊完之後呢 千瘡百孔 那些細菌呢 就跟著感染呢 就是令到那個發炎 反應呢 就突然之間 就很快呢 就變得很厲害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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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大家要留意呢 就說 有機會 那不過雖然就相對 就少見一點 那但是這件事呢 是絕對會有機會發生的 就是說呢 間中呢 就會引起 譬如 腦磨炎也會有 那個腦本身發炎也有 那也都會引起那些呢 就是大家經常怕說 打流感針 引起那些吉巴爾事症 其實呢 就流感病毒感染本身 你感染流感 都會有機會 發生這個吉巴爾事症 就是說周身的肌肉 就沒有力了 動不了那種那些 那是會引起 那些神經線病發症那些發炎的 那當然呢 如果你比如說 本身有心臟病的 那或者本身有肺病的 那通常呢 感染了流感病毒之後呢 那些心臟病的 可能會變得差了 或者會引發心臟病發 也就是都有 不低的死亡率 那些肺病啊 就會令到差 也都是 比較危險的東西來的 那講回這個 就是可能會引起 急速死亡的原因之後呢 我們講一下 怎樣預防 那講到這件事 就真的都很唏噓 其實呢 我做了這麼多年 醫生 每年都是這樣 就是說呢 通常11月左右 就開始有 資助流感針 或者有流感針 所以我到貨了 這樣 非常之少人打的 通常呢 我那時候都不敢 入太多貨的 因為呢 就是你入貨在那裡 沒有人打的 你叫人都不會打的 沒有人管的 因為那時候還沒爆的嘛 那到了爆的時候 通常都是 比如十月啊 一月啊的時候爆呢 那就開始有人死亡了 或者你報紙高調報告 就是報這些新聞的時候呢 就突然之間呢 一兩天之內呢 就個個都來打 跟著呢 就斷貨 跟著就隔一段時間呢 都沒有貨 跟著要再訂一下 這樣的 才可以打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都勸大家呢 可以打的 那打的話呢 就打了這個餘防針呢 就都是比較好的 那它就打了的話呢 尤其是那些老人家啦 小孩子啦 或者孕婦啦 或者有些長期病那些 最好一早先打了這樣 那要少少時間生效的嘛 那它呢 就真的可以減低到那些感染的機會啦 那也都可以減低到 尤其是那些高危一族那些呢 減低那些 那些各樣因為流感感染之後 引發的死亡個案呢 就絕對可以減低到的 那針也都相對都幾穩陣的 就是都很安全的 那不用太擔心這件事 那也都講一講那些抗病毒藥啦 我上次有一集都講過的了 那大家可以呢 就挖回那條片呢 來講回就是流感吃什麼藥啊 那條片這樣 那簡單講呢 就說現在我們現存那些流感藥呢 就主要都是防病毒複製的 就是說你感染了病毒 那些流感入了身體之後 那它要騎劫了你身體的細胞 那利用你的身體的細胞的機制 幫它複製自己的嘛 那這個通常呢 就是在你感染初期的時候發生的 那所以呢 就藥物主要是針對這一部分的而已 那你如果吃這些藥呢 所以早吃就非常之重要 因為你遲了吃的話呢 遲了的話呢 那很多時候就那些病毒院 周身走去 有個匪路感染到腦那裡 那你其實吃了這些藥 就已經太遲了 因為那些病毒院過了複製 最關鍵的那個時間嘛 那所以一定要早吃 那就是譬如開始有病徵呢 就48小時之內 最好幾個小時之內呢 就吃定先 那抑制了病毒的那個生長呢 那個複製呢 那你才可以阻止到 之後引起那些一連串的問題的這樣 那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了 那多謝大家收看 那我8號到9號呢 就會在成品書店 和天地讀書呢 就跟大家見面的 那到時呢 就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Dr. Wessio 幼稚園2的新書都已經出了的了 那也在成品 天地讀書 三中箱 田園書局那裡有得賣 可以我的朋友呢 就可以透過HKTV Mall的網站訂購的 那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把您 창 group準備送了 是 在台族 兩個人 我們也沒有